在我小時候跟著父親跟著部落人去的時候 那種簡單隆重 就是在天還未亮的時候 要去相約祖靈那種心情 這個聚會應該叫和解 和解就是說把這一年當中部落之間 你跟我 我跟他之間的不愉快 在所有部落的祈禱裡面 在頭目的見證之下 作為一個和解 大家把不好的事情說出來 那另外的就是對部落的期許 在大家的商議之下 我們每個人說出自己的意見 那就是剛剛我們所討論的那股牆的那股牆 那這個是我們不能抗拒的 因為這是公部門他在規劃的東西 那我們也怎麼去因應 那我們怎麼去把我們打樣最基本的那個精神留住 所以說他們很關心到底那股牆什麼時候會動工 什麼時候可以回去做 在昨天我就已經確認你們代表 有沒有通過這個 因為我知道這個錢 有一下他們說 主席跟代表他說 有 我們這兩個部落確定今年要做 所以趁剛剛那個聚會的時候 我跟年輕人講 我說不要擔心 回去跟你們的家人講 確定會做 他們心就會比較安忍